TED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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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TED展示的最后一个小组 而我们今天展示的主题和大家都不太一样 别的组都是从本领土结构的角度出发 而我们组从本领土本构关系的角度出发 为大家带来一场TED的盛宴 我们组的同学一般都对数学建模比较感兴趣 数学建模的意思就是用一些简单的模型 去探究事物中复杂的现象 而对于本领土这种复杂的事物 它又会存在着非线性的等多关系 使得它的计算非常的困难 而这种计算的复杂性 使得我们的实验中很难用计算去知道理论的 去知道实验中的现象 而这种问题困扰了大家很多年 有人就提出了这种或真海局限 而描述这种很多关系 但或真海局限只是一种规范中推荐的方式 也不是准确的真理 而这种计算的复杂性 导致有限运计算软件中 它也会变得非常复杂 比如说 这是ANSAS中 用来描述改单元的 令克180的输入十常数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一共只有4个对面来输入十常数 而如果我们看到混凝土呢 混凝土单元是这样 这么一大堆输入了三数 由此可以看到计算的复杂性 给软件的计算也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而这种计算的复杂性呢 反映到实际当中 就会使得我们的试验难以预测 比如说 这是我们组的混凝土结构试验量 而这个量呢 由于试验的要求 我们本来是想实现一个正点面的破坏 结果呢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发生了一条非常大的斜裂缝 也就是产生了斜结面的解切破坏 这就是因为难以计算 导致了我们的预测失准 既然这个难以计算 那么本购曲线就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得到一条准确的本购曲线呢 很多人想到了试验的方法 这是一台典型的试验机 可能有点像土力学中的三重试验 它就是可以测出混凝土的本购关系曲线 但是实际上总的男主人 一种也喜欢做试验 一种也喜欢做理论 而且做理论的人 通常还看不起做试验的人 他们如果看不起它们呢 他们就从理论的角度出发 理论的角度如果去研究呢 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抓住它的本质 他们认为混凝土 之所以取决于生产性材料 它的本质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这些土中的空洞 这些土中的空洞 如果我说的力学一点 它叫什么呢 裂缝 裂缝会产生怎样的力学影响呢 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裂缝使得混凝土 它不再是一个连续解释 而我们知道弹性力学 它一个基本的假设 就是所研究材料是连续的 方法可以引出应变线条方式 而裂缝的存在使得它不再连续 另外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于 裂缝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叫做阴力集中 即裂缝处的阴力 会比其他地方的阴力写出的大数很多 这就是阴力集中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阴力集中的试图 这是一块光盘 它被剪掉了两口 剪掉两口之后呢 我在中间再施加一个均匀向外的扩张力 它会产生那个什么情况呢 在没有裂缝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一片比较均匀的阴力 而在有裂缝的地方呢 由于阴力集中的影响 产生的比较大的阴力 这种阴力如果在混凝土中呢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大家知道 如果你撕开一张纸 那张纸如果本来就有裂缝的话 那么在裂缝处很可能就沿着裂缝继续往后活动 在混凝土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它可能会沿着裂缝进行一个演化的过程 我们称之为损伤演化 损伤演化 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裂缝处产生了阴力集中 而这种阴力集中呢 会使得裂缝进一步为撕大 进一步为撕大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相邻的裂缝有可能被撕大到一个临界点 使它们连通了 它们一旦连通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 由于裂缝的连通会导致火灵续的强度显著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过程还首先的一个非线性 这就是损伤演化的一个基本的哲学 我觉得这个损伤演化讲起来 可以用这样一个等式来讲 如果大家经常刷破语圈的话 应该会很实施这两个等式 曾经的著名鸡汤组片 大家认为 如果你每天被人家努力一点点 365天之后 你会被人家多出37倍 如果你每天被人家不努力一点点 365天之后会被人家掐的 这种损伤演化其实也可以划入到这个里面 如果这有两块火灵组 一块火灵组的裂缝 比另外一块火灵组一开始少了一点点 在很长时间的作用下 另外一块火灵组就会比这块火灵组的强度多出很多 而这个等式还是比较像 这是损伤演化的一个基本机理 即一开始的小差别 会导致后来的巨大差别 也可以称作为蝴蝶效 在脚晒续节之后 我们开始自己的建模过程 在建模之前 我们追溯一下伟达星哲门的思想 首先是同济大学的理学教授他的模型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纯粹收拉利用火灵组 他可以看作这样的一个 磷散的很多个弹簧组成的一个物理模型 这些弹簧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他是俯从无科定律 无科定律也就是线材性的很多关系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跟普通弹簧都是一样的 但第二点决定了 他这个模型可以用在火灵组的研究中 他认为这些弹簧的断裂 它会发生断裂 并且这个断裂是一个随机编认 而这种随机的断裂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物理模型中 每个弹簧它都会随机断裂 这样的随机弹簧会想要怎样的 在实验上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大家都没有了 因为力比较小 没有人会断 没有人会断呢 因为它符合了火锅电律 定量的弹簧仍然是普通火锅电律 所以它是一条线材性的很多关系 那么第七学生大 它开始断了 好 有一个弹簧突然断了 突然断了之后 由于刚部的减小 它的硬度因为曲线会变平坏一些 然后又断了一个 又断了一个 又断了一个呢 它就会变得更加平坏一些 好 现在它是一个一个又一个人断 这样的话 刚度会逐渐减少逐渐减少 最终由于刚度实在过小 它反而会进入一个下降阶 我们知道 这样一个离赛的模型 如果跟它趋于无穷大 也就是离赛的无穷大的话 会趋于一个连续体 如果我们令 弹簧的数量 趋于无穷大呢 这条曲线 根据就像微积分的思想一样 它会变得平滑 变得平滑的话 直观想象出来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直观想象一下 这个模型 在随机断裂的表现下 很可能会产生一条 过程牌曲线形状的曲线 这种直观的想象和思考呢 为李杰院士 打开了新世界的掌握 那我们的研究组 经过一番公关 得到了下面这一堂的结果 就是火灵符 在受压情况下的 计算本购 与实验本购的对比情况 而这是火灵符 在受压情况下的计算很多 和受压和实验很多的对比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升段 二者复化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新鲜的同学肯定会发现 在下降段 无论是受压的情况 还是受压的情况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误差 而这一点呢 李杰院士教授认为 这是因为他们的模型 没有很好地考虑到 裂缝在过度发展之后 会产生显著的联通 而他们对于这个显著的联通性 没有很好地解释 使得在跨国分子强动之后 裂缝的联通变得非常显著之后 它模型就偏离了真实的情况 因此计算值和理论值就差很多了 这种建议问题呢 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改定措施 称之为随机骨料模型 我们知道 混定主动的裂缝 大多是寄生于骨料周围 然后有人就这样想 那既然裂缝是寄生于骨料周围的 我搞清楚骨料是怎么分布的 那么裂缝也就搞清楚是怎么这么多 于是他们认为 骨料是服从一定的随机分布的 他们生成了这样一幅随机分布的骨料图 而裂缝是分布在随机 裂缝也是跟随的骨料随机分布在混凝土中的 然后他们就画出了这样一幅 红色的部分是裂缝群 而其他颜色的部分就是普通的骨料之外的水滴浆群 这是一个随机裂缝的模型 随机裂缝的模型 它冰骨气一步泛滥下去 它是一个建筑材料方面的模型 而这个模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它告诉我们裂缝应该怎样去模拟 我们统统借鉴了一个分布 一个水滴分布的方式 这下之后我们会谈到 而为了处理这样一个水滴分布的现象呢 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输通一个怎样的分布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模型来描述一个未知的水滴分布现象 而我们就想到了圆包子动机 圆包子动机是一类大明兵的用来描述 为了处理水滴分布现象的模型 它的规则非常简单 就像这次动物展现的那样 它是一个 它的规则就是 这些黑色的点 它的出生与死亡是有概率 而这些出生与死亡的概率 取决于它周边的黑色点的数目 没大下为奇 而这种出生与死亡概率呢 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思杂的现象 也就是说 由不同的初始的 不同的初始的黑点的分布 由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则 可以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思杂的 事物现象 这只是其中另一个 而这种模型呢 由于非常 在各种主机器下 很多得到的果派领域 我们决定将它才 原为过程海 曲线的一个模拟手段之一 现在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采用 原本自动机的手段之一模拟 但是呢 我们仔细观察了之后 发现过程海 曲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会有一个峰值强度 而在峰值强度之后 它下降的非常非常快 这是一个突变的特点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模型 既能够描述一个随提分布 又能够描述这样的一个突变 我们继续找 后来在土力学老师的指导下 我们找到这样的模型 这是一片黑 这是一片土 而这边土圆 如果我们在里面 泼上一些水 这些白色的就是被水进满的空隙 如果我们加入更多的水呢 这个水就 水加满的空隙就会更多 这是另外一个模型 叫做渗流模型 渗流模型 它最早是用来土壤 研究土壤中的水的渗流问题 它的规则同样的很简单 首先 回到刚才那幅图 这那是一片完全黑色的棋盘 然后 我们将某些格子 随机能刷成白色 如果我们刷得更多呢 它就会变得更白一些 比如说就是架子上 这是比较黑的情况 我们刷的白色格子比较少 刷得更多一些 再刷得更多一些 再刷得更多一些 就会变得更白 对于像以前那种电视机 会出现的雪花屏 而我们控制的自变量 是刷白区域的总面积 但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阴面量 是由这幅度所展示的 这幅度的很久呢 所说的是我们刷白区域的总面积 而这幅度的重走是关键所在 重走代表的是 最大的白色联通区域的面积 也就是说 随着刷白面积的逐渐增大 在某一个点处 白色最大的联通区域的面积 会发现一个突增 这样一个突变现象 对应了火灵土中的裂缝 突然开始连通 也就是它强度突然开始下降 这样就反映了火灵土强度的一个突变现象 这个脑洞呢 指引我们接下来的研究 而有了圆包自动机 和圣灵模型这两个模型之后 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是一个水基分布的问题 这个水基分布呢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裂缝初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水基分布 第二个是我们再确定了这个初始分布 换到数学的话来说 就是确定了方程的解了边界条件之后 我们该怎样来解这个方程呢 饭要一步步地吃 我们首先来看裂缝是怎样初始分布的 当然火灵土中有很多拍档来的部分 我们这个也不例外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拍档来的过程 我们认为火灵土中裂缝的大小 也就是它的面积的裂缝的大小 是浮红科西分布 是这样的 而它的书命成功呢 是浮红指数分布 是这样的一个途径 这一步完全是开脑的过程 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 所以我也不想多说 然后我们做出了一个裂缝的模拟图 是这样的 配上一堆解锅之后的头发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初始裂缝的模拟图 而在初始裂缝得到之后呢 我们面临着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初始裂缝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算 这是我们模型中用上的唯一一个力学的东西 叫做虚空连理 虚空连理才觉得大家都很熟悉 而我们要用到虚空连理呢 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外力功 第二个是内应变能 首先外力功非常好解决 外力功呢 就是由于外科在做的功 而内应变能呢 我们之前提到 由于混凝土中存在太多的裂缝 连续界值得比较是不能运用的 既然不能运用的话 那么弹性力学的应变能就不能再上去运用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想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叫格里菲斯 大家在建材课中应该都见识过他 他在建材课一开始初上过 他提出一个叫做格里菲斯应变能的理论 用来解决裂缝区的硬力集中区 它的能量的表达强度 于是 我们开了第二个方法 将大五分的非裂缝区的能量 用弹性性的能量进行表述 而在一些关键的少数的裂缝区呢 我们用格里菲斯应变能量进行表述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虚空连理应用中的另外一个问题 内应变能的表达问题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解放程的过程 解放程呢是很简单 是很通俗的一个过程 在数学上叫做罗拉解像 也就是说 我们先让外科产外科载作用一段距离 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外科的虚空 然后另一面的变化量等于这个虚空呢 这个另一面的变化量等于哪两部分呢 一个是非裂缝区的弹性一面 另外是裂缝区的格里菲斯一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小段的外力作用下解除 这个裂缝的发展情况 以及弹性区的应变情况 从而得到在这一块应变的作用下 它的应变情况 这样一个应变和应变的变应关系呢 如果我们一段一段又一段地写下去 就会得到整个的应变应变关系 经过了一分开脑洞与计算过程 我们得到了有差的结果 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所有的蓝色线呢 是我们的理论计算曲线 而其他的彩色线呢 是根据规判推荐的词汇出来的实验曲线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曲线存在的问题在于 我们在上升段和下降段都和它不是吻合的特别好 但是相对于领结教授的曲线而言呢 我们在下降段是稍微好一些的 因为我们的误差并没有它之前那么大 而我们的曲线最大的一个不足在于 它较于实验曲线而言 它会较平缓一些 这也是我们之后将进行进一步探讨的过程 而之前我还提到过一个等式 大家想听还记得 就是这个样的一个等式 我之前对它的阐释是说 如果一块混凝土中的裂缝 比另外一块混凝土中的裂缝要少一些 那么它最后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用这部图可以描述 这部图中最大的一根本购曲线呢 它对应的是 应变一开始的初始列宫最少的情况 也就是降比只有1%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峰值抗大强度 几乎达到了10兆 而在列宫初始的面积也显著增大之后 它的峰值抗大强度也开始显著增大 而当初始面积达到5%之后 它的峰值抗大强度几乎就可以忽略无计了 可以看到几乎是紧贴的X数 也就印证了这个等式的说法 如果你一开始的裂缝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 你最后的强度下降会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种图也可以描述这一点 所以这裂缝舒适确迁暂地的增大 它的强度极限是非常快速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种计算技术的发展呢 这个事情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通过计算将一个简单的模型 演绎出纷繁次大的现象 是每一个计算绝大的动向 而我相信这种计算技术的发展 也将为混凝土本质浪秘的研究 打开一项新的大门 这就是我们的TD展示